香港被譽為美食天堂 在這裡有很多好食物 幾乎每個香港人都是食家 一群親戚朋友的聚會是食 放工的輕鬆下都是食 雖然民以食為天 糧食是生活的必需品 但看著每日載去堆田區的廚餘 似乎我們對食物的要求 遠遠超出生活所需 今集到再人間 我們請來環保團體的朋友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今時今日的香港廚餘問題 到底有多嚴重 而我們食正野 對下一代有什麼影響呢? 歡迎我們身邊來自地球之友的代表 Ken Sir 你好 你好 你今天上來我們的節目 先關心一下你 吃飯了沒有? 吃了 其實這個問題 都是很多香港人關心的問題 因為他們除了喜歡吃東西 說起吃東西就微非食物 吃得雕嘴之外 都吃得好 不過喝喝食食之後 都為地球帶來很多的 留下很多東西 很多首尾 其實這些是不是就是 我們所謂的廚餘呢? 這些是廚餘的一部分 其實廚餘有很多種 在家裡 比如說吃剩的那些 那些自然是廚餘 或者在街市賣剩的一些菜 其實它如果還能吃的話 其實都是浪費了的 如果沒有賣出去的 很多時候在街市 有時候還倒了這些菜 所以這些都是廚餘的 廚餘其實還有分 可以避免 還有些是叫做不可以避免 例如骨 就不可以避免 那些就是我們一般正常飲食 所以廚餘的範圍 其實都幾國 其實整個香港 如果以每天這樣計算 會產生多少廚餘? 都很多下的 根據政府2015年的數字 大約是3300噸 3300噸? 是的,很誇張 我想觀眾計算不太厲害 不如我們具體一點說 等於大概一個巴士是多少噸? 一格巴士大約是15噸 所以你隨便隨便便知道 應該有200多個巴士 每一天是我們製造出來的東西 就等於200多個巴士那麼重 是的,很誇張 這個問題都很嚴重 是的,很嚴重 但我真的聯想不到 例如我家裡的垃圾桶 大極都是我面前這張桌子那麼大 最多一般家用的垃圾桶 一家人 一天最多就是一包這麼大的垃圾 裡面不是全部都是廚餘 可能有些廚餘 可能有些廚餘 我所製造的廚餘 其實很少 為什麼問題會這麼大呢? 其實就是小成多 這樣說 因為香港整體的都市廢物 每天超過1萬噸 所以在你自己的包東西裡面 其實平均大約是三分之一的主要 當然可能每個家庭有些不同 對我們整體的環境的影響 直接或者間接可不可以說一下 影響是嚴重到什麼情況? 對那個環境影響很大的主要 例如運送途中 當我們運送去堆田區的時候 有些臭味 即是空氣污染 對,空氣污染 其實可能過程之中 也有些細菌滋生 也會影響結朗 另外就是去到堆田區 其實堆田區每天 接受這麼多都市廢物 其實也很快就會 政府也會再找些堆田區 晚晚可能找到自己家附近 對,又會反對 有很多麻煩的事情 其實在碳排放方面 我們所製造的廚餘 其實是否有關閉事 都關閉事 其實香港本地生產的食物很少 主要都是由外國入口 包括國內 其實在運送途中 已經是產生了很多的碳排放 另外在種植那裏 或者養牛、豬等等 這些其實要用水 要用其他電等等 那個碳排放都是很高的 即是我們選擇食物的時候 可能除了量要留意 質也要留意 未必一定是說要外國來老夜才好 是的,外國來老夜可能是比較特別 但是它的碳排放是比較多的 其實可不可以再介紹一下 哪一類的食物 除了來自外國之外 哪一類的食物太盤放是極高的呢 其實牛來說 其實牛來說 在這麼多肉類來說 其實是最多的 因為牛的話 可能會 說得不用怕放屁 對那個所謂 溫室效應 是特別影響嚴重的 所以 在牛來說 可以說 是極之不環保的 如果是吃牛肉的話 那其他的畜牧業 或者其他的肉類 相對來說 會比較少 知道自己製造的廚餘器的原因 和源頭 亦都知道它的影響 既然有問題在 我們當然想 立即去解決問題 對嗎 但是 其實要從個人做起 都要有社會文化環境帶起 很多環保團體 就像你們這樣 亦都推行了不同的計劃 去教育 去帶領著市民去做一些事情 好像在2010年 你們推行了一個 適飲適食食計劃 到現在 就是2017年 也有七八年的時間 可不可以說一下 具體裏面的計劃 是有什麼措施 和成效 你們會不會滿意呢 當時是申請政府的資金 開始這個 適飲適食的運動 其實就不單止我們的地球自由 其實整個社會 有政府、企業 甚至去到學校 個人的家庭等等 我們都會推廣 這個適飲適食的運動 比如說政府 亦都有了一個 適飲的餐廳 的標誌 到現在來說 都已經有七百多間 在企業那邊 我們就積極去推廣一些企業 叫他們有適飾的文化 比如說企業的一些 每年的春名 或者其他的一些 慶祝活動 對 傳統來說 香港人是12道菜 或者怎樣 我們叫他們至少這樣做 太多了 因為很多時候都是吃不下 可能建議他們6道菜 100道菜 都已經足夠了 對 已經足夠了 這個就是企業那邊 我們都有超過150間企業 答應了這樣做 那裡是企業那邊 學校那邊 其實我們都推廣 涉飲適食的活動 比如說 我們有些企業 贊助我們去學校做一些推廣 比如說我們找一些小學生 吃午飯的時候 量度一下 他們那班的午飯 有多少是浪費了 然後 他們吃剩自己秤一下 對 自己秤 分了來 分了飯 骨 等等 然後 等他們自己秤完之後 再想一個 推廣飲適食的活動 給同班同學 然後 看看 之後再秤完 看看有沒有成效 我們的研究結果 其實是有成效的 他們可以至少減到 百分之十 或者再多些 他們也是有心 以及很肯動腦筋 去幫助我們這個環境的問題 是的 那些就是 剛才說到政府 企業和學校 其實我們自己現在 都還有營運 一間 叫做 舊食平堂 就是一些食物公司 供應商 如果有一些 材料 要馬上刪貨 譬如說 五噸豬肉 我們下面 就有一個 所謂的 一個聯盟 舊食聯盟 有六十多間 地區的 一些 NGO 或者一些 食物銀行 就會馬上刪貨 訊息刪貨 刪貨 他們馬上刪貨 就會給予需要的人 亦減少了 廚餘的問題 其實說到食物 香港人 除了香港食物 還會吃遍世界各地的食物 也很喜歡 尤其是旅行 台灣也是很有名 去玩 去美食的地方 但是台灣那邊 似乎那個 食食文化 或者廚餘問題 沒有我們香港那麼嚴重 其實我們是否都可以向他們借鏡 是的 其實地球之友 也有去當地參觀 其中一個 主要的法例 就是垃圾收費 垃圾徵費 其實香港政府參考了這件事 接下來也會有垃圾徵費 在垃圾徵費的條例生效之後 其實垃圾少了很多 包括廚餘 其實台灣人 也有傳統的中國文化 一些珍惜食物的文化 所以廚餘 或者其他垃圾 都會少些 其實這件事很值得 香港人去學習 因為徵費 對我們來說有阻嚇性 但最好是我們有自發性 就是為地球做多一點 Kan Sir 你可否給我們一些提示 大家從個人 家庭 或者機構方面 給我們一些提示 如何減少廚餘 或者培養這個 適飲適食的文化 個人的習慣其實很重要 比如說出去吃飯 如果不太好位置 一定是叫小飯 另外或者和朋友出去吃 如果十個人 不用叫十個菜 那麼多 嘗試拍圖 或者少些 吃完不夠再叫 另一個習慣就是 戴好飯盒 吃剩的話 可以帶走 其實無論哪個環境 如果有食物 剩下了 都可以帶走 這樣會減少浪費 對 減少浪費 不過如果你說戴自己的盒子 我覺得 如果由公司的高層 或者老闆做起 就沒得撐了 那些員工 或者是家裡的小孩子 看著父母的榜樣 都會做得好一點 是 今天麻煩地球之後的Kan Sir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相信觀眾們 對於處遇是甚麼 我們有沒有製造到 怎樣製造到 對我們的影響有多大 就有一個很清楚的概念 從今天起 我們要多愛地球 為地球做多點事 下一集 盜在人間再見 再見